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宏觀粵語新聞 我是劉鳳儀 去年5月接任國安局長的李長袖 21日晚間傳出因健康因素請辭獲准 將由曾任陸軍官校校長楊國強接任 由於是在明年總統大選前換帳 引發各界關注 上將李長袖接任國安局長職務 傳出以彌患咽喉癌議期要進行化療為由 向總統馬英九請辭獲准 為缺由被役中將楊國強接任 楊國強曾擔任陸軍裝甲兵學校校長 陸軍官校校長 扁政府時期出任國安局副局長 國安局駐美特派員 2008年政權輪替後退伍 出任欣欣客運董事長 2012年8月卸任 外傳李長袖是因為沒有掌握到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先前訪美行程的情資 遭到選前換帳 蔡英文回應 她不知道換人的理由 但是國安局的責任是保衛國家 不應該進行政治徵犯 造成選舉不公或者是政治不安 錄影立委認為 馬政府的國安局長更換頻繁 不是被迫退就是酬用 李長袖、秦枉禮 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不過距離明年總統大選不到一年 馬政府選前換帳 難免引發關注 對 對 對 谢谢大家